本来我是一个正直的维修师 但是我怎么感觉我今天干了一件 让我有点发慌的事情 这个机器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没错 这是一台6SP 故障为不开机 这是别人的老婆 悄悄给曹师傅发来 让曹师傅维修的 提出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台机器都这样了 它还要让我去维修它 后来它告诉我 它觉得手机里面有东西 要不然那个它 不可能悄悄背着它 把手机拿出去给它维修 还不想让它知道 它没有别的意思 就想看看曹师傅的手艺好不好 能不能把手机修好 虽然我感觉我快要被绕晕了 但手机还是要修的 因为我要靠它赚钱吃饭 养僵俯口呀 只是不知道此时此刻 那个它有没有关注我 是否也喜欢看我的维修视频 如果有 那我只能说 哥们 对不住了 我要开始维修了 太尴尬了 你们一定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故障 他们现成没有修好 多半要发出来维修 我们先来上电 看一下情况 上电有漏电 前面我们也看到了 这台机器的屏幕是换过的 那么机器多半都是摔到的 那漏电是哪里引起的呢 好了 我们先不管这个漏电 无掌 先看一下手机能否开机 按下开机键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 等了几秒后 手机就自动关机了 然后接着又亮起来 然后又关 反复这样 来吧 开始拆机 有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就问曹师傅 为什么你不去接点 好修的机器来修啊 天天去修这种 累不累人呀 这话说的 我有啥办法呀 天天修这种 肯定累呀 我也想大家都发一手货给我 真的 做梦都想修一手货 但是 就凭我这个长相 请问 我可以轻描淡写的 提这个要求吗 会不会有点太过分 三下五除二的 就把主板拆出来了 仔细一瞅 好家伙 这主板居然是弯的 不拆出来 嘿嘿 还真不一定能发现 后来再仔细一看 这壳子都是换过的 这也就难怪了 我说这么新的机器 怎么会修不好呢 后来再仔细推敲 估计是看到主板是弯的 人家都不愿意玩 知道这玩就算修好了 隐患问题也多 所以干脆直接就放弃了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我在摸主板哪里发热的时候 烫了我一下 我这82年的手术 也没逃过一个炮 最后怀疑是WiFi这里引起的 我们来给它熏上一层松香烟 上电后很明显的就看到 WiFi有一个角落已经融化了 那故障点很明显 漏电故障我们就算找到了 所以下一步 我们就先拆掉WiFi芯片 此时此刻 有没有觉得修手机很好玩呢 话说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觉得 曹师傅的这些小视频对你有用 喜欢这类视频的话 是不是应该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帮曹师傅点一下 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我负责分享技术 你负责疯狂点赞 好不好 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保障完成任务 这机器主要是硬盘以下部位 弯的比较厉害一点 上面部分还行 所以拆下来的时候 没有看见主板有掉点 我们只需要把主板的焊盘 处理平整就可以了 在处理过程中 要注意观察一下 主板是否有辅点 销手机是一门技术活 同样也是一门艺术活 只是现在慢慢的都变位了 几年前 项目做我们这行的 但凡有点手艺 大家都尊称我们为师傅 现在好了 连同行都称我们为屌毛 不信你仔细品 有时候我朋友去市场拿货 看到别人在那打游戏 过来都会跟我说 那边那个屌毛 在那多半又打了一天的游戏 今天估计都没开张 以前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把机器修好 现在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 能凑钱把银行的账还上 我太难了 WiFi芯片我们已经拆除 并且把主板清理干净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安装WiFi芯片 这时候我们来上电 看一下主板是否还存在漏电发烫的现象 可以看到主板已经不漏电了 按下开机键 手机也有正常的电流 但是面对这个摔过的机器 拆了WiFi后 会不会出现别的故障呢 我们来把显示屏扣插 修手机就是这样的 要反复的试 并不是你们好多人看到的 什么故障来都是秒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运气稍微好点的 能修好就不错了 特别是那种进水机和重摔过的机器 这机器一直卡在白苹果这个界面 不动 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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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好久 然后我们才看到 这个手机呢 它进系统了 此时此刻 我就想问一下这哥们 你怕不怕 所以我们只需要更换一个WiFi芯片就知道好坏了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你知道我最怕大家问我什么问题吗 潮师傅 它是芯片里面准确的哪个部分坏了 我看到这种问题就会非常的头疼 然后会想起小朋友问老师 汽车明明烧的是油 但为什么要叫它汽车呢 为什么马桶明明是人用的 却叫它马桶呢 黄瓜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为什么冰柜是箱子 冰箱是柜子 为什么方向盘明明是圆的 却叫它方向盘呢 为什么明明在南方 却一样能喝到西北风 为什么我长这么丑 这广州却人人都喊我靓仔 我求求你们了 别问了 我就是一个修手机的 我又不做学问 你们还是饶了我吧 我们快速的把机器装起来 客服的电池也是坏的 完全冲不进去电 我们找了一块别人换下来的电池进行测试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对WiFi进行结绑 苹果的机器从6S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机器 WiFi芯片都是加密的 如果不进行结绑的话 单独更换了WiFi芯片后 WiFi开关的按钮是灰色 点不开的 好了 手机有开机密码 那就先这样吧 也不知道这台机器 我把它修好 究竟是件好事情 还是坏事情 你坐一会 你坐一会 这个手机修不了美女 这手机这手机损坏太严重了 修不了 修不了 拿走吧 拿走吧 你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